Yo 你们好 我是硬 这次会比较早来玩这个BlogSprint 是因为刚好这个BlogSprint有这个新的活动 就是这些派对的这个活动 好了 这个最主要的话 就是有这一个NPC 这个NPC这个活动NPC可以给我们对话的 有下面的三种果实 还有上面的一些物品之类的 然后之前我有遇到过大佛 不过我不够 我不够彩带买的 然后就是可以收集这些彩带 那这个彩带又跟随于收集 就是这种重生典的NPC 你只要跟他交谈一下 就会获得两个彩带 通常会获得1到5个 你给我出去 通常会获得1到5个 然后还有这个卖果实的NPC也是会有的 然后可以到山海那边去捡宝箱也是会有 不过二海的宝箱是没有的 然后目前这个活动的持续时间是一个礼拜 可能我发片都已经结束这个活动了 没有关系 我还是来讲解一下 然后我还获得了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PARTY HEAD 这个就是我用了700多个彩带换来的 然后他可以给我们增加10%的这个经验值 然后我上一集还不小心透露到这个红果 我背包里面的红果你看 诶诶诶诶诶这是什么 这个我就先不透露先 我等之后再玩的话 我再一一跟大家讲解 我是怎样获得这些果实 哈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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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现在我要先回到那个山海去 因为我只是在这边做一个开场 等我一下 诶 这边刚好有一个这个武装色商人 我看一下这个是卖什么的 呃 bright yellow 这个是黄色的 我买一下 呃 OK 我就这样子我就好像 我要先来换啊 我是不是要回去卡菲尼迪那边换 启用颜色 OK 这样子有了吗 按J看 J 诶 这个比较好看 这个比较好看 虽然说他这个也是最普通的啊 我现在又跑多一次 回到山海啦 然后这边港口的这些一大堆的NPC 也是全部都可以跟他领取彩带 然后一个小时最多是可以领取100个 对 100个就是上线了一个小时 然后之后会再刷新吼 然后这个山海的这个NPC商人 那个活动商人是在一个城堡的岛那边 我现在还没有解锁到 所以我还没有过去 好了 这一集的话 我也要来换一颗果实 不过 我要先用这个凤凰 先飞回到那个 那个应该是女儿岛那边 不然我等一下 换了果实 我没有这个飞行能力很难过去 对 上一集我有讲到 这个研磨的获得地点是在这座岛 然后它的地点 其实是位于这个瀑布中央的一个空间 等一下 我转一下 我转一下 啊 有了有了有了 然后打碎这个 打碎这个墙 OK 然后里面这边就是了 可是我现在还 还拔起不了这个研磨 研磨就在中间这里 诶 等等 等等 你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我现在还获得不了 先不要打那些NPC先啦 哇 诺诺果实诶 这个要获得的话 我还需要去接那个精英怪的任务 然后我还是 我是还没有到那种岛 所以没有办法先 我要先回到中间里面那边 嘿咻 OK 那今天我就决定换果实啦 先不玩这个凤凰觉醒了 因为它的那个需要的条件 有一点点的高 然后你好 那今天我要换的果实是 这一颗果实 橡胶果实 这一颗我已经想玩很久了 虽然说它只是紫色的果实 也不是红果 红果不要奇它 红果之后我会玩的 那我就准备吃下 这一颗的果实 橡胶果实 OK 橡胶有了 好 那它现在一开始有 五个这个技能 橡胶是可以觉醒吗 这个我好像没有查到 Yummy耶 好吃好吃好吃 那我现在要先去接个任务 还有就是我现在头上获得的这个 头盔勒 是我在那个第一座岛 山海的第一座岛 打那个Boss得到的 上一集我其实就得到了 只是我没有捡进去 我要先接个 普通 它的普通攻击已经变了 不好意思 不是要故意打你的 它普通攻击就已经是这个 它普通攻击就已经是这个 橡胶拳了 很好很好很好 这样这个的话 刷击起来应该是会比那个 凤凰来的容易 我先接个巨星 倒明 先接巨星倒明 达到1675级 我才可以去接那个女皇的 然后拳法 我也换成这个龙拳了 准备把它念到400级 好 那我先把这些巨星的 倒明给它聚集起来 然后准备用那个橡胶来升级 过来过来 过来 过来 好 我现在 我现在可以用下这个橡胶看一下了 橡胶的话它要 它第一个技能要25 好好好 我这样子只能用这个 普通的橡胶拳打 我看一下多少伤害 1325 如果普通拳打的话 普通拳 诶诶诶诶诶 普通龙拳的话一下是1400 比较高一点点 可是我还是要用这个橡胶拳来剪围刀 等等等等 我打一下给我打给我打 哇 有点难秒诶 为什么它那个拳头一直跑上去 啊 它死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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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难秒 为什么它一直跑上去 诶诶诶诶 你看它一直跑上去诶诶诶 等等等等 我先把他们打到失血先啊 诶诶 OK 打到一只了 哇 很难 很难才打到 阿南向家的拳就飞上去 然后我现在应该是有那个 加农炮了 我看一下加农炮的招式 等一下 这个刷拼 加农炮 哦 就是双拳挥过去这样子 我要试一下伤害啦 哇 1900 OK 再来是smash smash的话是50等 诶 诶 诶 等等等 诶 我好像 然后我现在有这个双倍经验 这个是跟那个派对商人换的 他最多好像是可以一次过换到20分钟 然后就这样子自己慢慢累积 每个小时都可以买 OK我现在多少集 1677 现在因为有这个双倍经验 所以很好刷机 然后我也获得了新的技能 这个弹弓 弹弓是 然后蓄力的 这个好像是位移技能 还是有伤害的吗 弹弓 OK是打得到一点的伤害 所以这个也可以顺便位移 也可以顺便造成伤害这样子 然后我的帽子我忘记换了 装备好 现在我带的就是这个排队帽子 现在我可以接了这个任务 就是这个应该是女帝的这个Boss 来岛屿女皇确认 我现在看一下 他生出来了没有 女皇女皇还没有 还没有生 我这边要等一下 然后顺便再去刷那些小怪吧 他这个弹弓可以飞多远 这样子我是飞得到吗 不行不行 这个太远 这个距离呢 可以可以 OK一试过再飞过去哦 等一下等一下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我看一下啊 这是Boss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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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边这边 这个是女帝吗 这个是女帝吗 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皮肤是什么东西 然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玩家 哎呦呦呦呦呦呦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现在我就用看这个橡胶人来打女帝啊 然后再加农炮 对对对对他是这个恋爱果实 然后 然后弹弓 人 人人人等有点痛 弹弓 抓怪 踢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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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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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到 登登登登登登 OK 强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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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身超多身超多 我现在有的是这个C冲刺先去找一个NPC试看 试看一下 冲刺 是 这是什么乱全 这是那个橡胶机关枪吗 那个橡胶机关枪 从此 打打打打打打打 呃是诶可是伤害为什么这么低640 超低 然后 这些技能全部都是要准度的哦 嗯 所以我现在 还不是很抓得到这个橡胶的技巧 等我玩多一下 其实用到现在啊 这个橡胶果实 其实还蛮超出我的意料的 我原本以为 他用起来 会比那个凤凰果实是来刷的更快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現在用起來有點 愛手愛腳這樣子 因為他很講究這個準度加上 我瞄不準 而且他的這個攻擊範圍有一點短 也有一點狹窄 所以造成說我現在 打起來真的是沒有上一級的爽感 雖然說他這個攻擊招式 是真的很多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招數 就是這個轉換 這個應該是變身成他的二檔 我有稍微看過一點點 等一下我不要死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打我 我剛剛突然間看到一個 一條東西飛過來 然後我整個人 整個屏幕好像 嗯 這是什麼 這裡面好像混了一個不一樣的怪 這是什麼 這個 這個會不會是菁英怪 那個什麼Diablo的 什麼鬼的東西 好像是菁英怪 很奇怪為什麼有個刀刃飛過來嚇到我 我試試看打掉這個東西 我會獲得什麼 我會獲得什麼 我被他殺了 哈哈哈哈哈哈 嘿 OK打贏了 這果然是菁英怪 然後還可以獲得100F 我現在知道 然後菁英怪 好像是在每一個島 有一些 一兩個的重生點吧 我有稍微 去看一下那個攻略這樣子 我還要 繼續刷 然後他這個普攻我真的 還不是很掌握的 到他有時候飛這邊 有時候飛這邊 好 這裡經過了一個消失 我才升了20多級 終於來到了這個1700級 所以我現在指針可以指引我到 新的島嶼727分鐘 OK我們要先過去 然後現在我沒有這個飛行技能 所以我要先下去買一個船 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去坐船了 先來買一艘這個比較好的船哈 Let's go Let's go 指向那邊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島 Let's go 快點給我駕 走 到了這個是什麼島 大樹 大樹島 OK我先下船 然後飛過去啊 然後這裡就是我的這個任務地點 我先來接看有什麼怪物 海軍準將海軍上將基羅將軍 基羅將軍是這個翻譯怪怪的 好我們一樣也是要打八隻的這個怪物 上面這些嗎 對就是這個1700雙刀黑刀哈 他也是有武裝設哈 這些三海的 全部都有武裝設過來 然後我的這個果實已經 墊到226機 也就是說我現在有這個轉換 這個應該就是那個二檔哈 我試看 轉換 欸對對對對對 這是 欸我整個人變成粉紅色欸 所以我現在攻擊力是 呃 攻擊力是有加強還是什麼 然後上面這個是代表說那個商店又重置了 那個派對商店 哇很快欸 哇你看 哇 喔 他的這個 這個揮拳超快 然後這個招數的話呢 欸 欸招數也變掉了 然後這個衝刺 衝刺試看 衝刺 喔不一樣不一樣 江龍炮 也是衝得更遠的 就全部招數都有加強啦 當攻的話欸 哇 全部都超快喔 smash 這個超帥直接跳到空中 一拳下去 OK 然後他這個是持續多久還是可以一直開著 如果可以一直開著的話就是 超好玩的齁 比較可惜的是現在咧還沒有這個 橡膠果實覺醒的這個副本喔 如果覺醒的話 應該就是那個 太陽妮卡哈 那個 要等ROBLOX這個BLOX Pro的官方 我就在這邊 先快速的刷一下 這個怪應該沒有那個巨型倒明來的難打 因為那個巨型倒明可以一直 震我震我 哇 超爽這個 速度超級 爆炸快 來了 你過來抓一下 抓回 打 然後這裡上面竟然又出現了這個武裝色商人 我看一下這個是什麼顏色的哈 這個是 blue jeans 藍色的嗎 先買一下哈 我現在F有蠻多 我私底下有觀眾帶我去刷這樣子 好我現在買下了之後 不過我現在沒有辦法換哈 我要回到咖啡廳那邊 才有辦法換啊 至少我現在是累積了 多一個顏色那就繼續先刷怪的 欸欸欸欸欸欸 等等等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人在去殺我 這個應該是影子果實啊 我可以給他打過嗎 我可以給他打過嗎 我還不熟悉這個果實 你等你等你等 不要跑不要跑 你跑去哪裡 不要跑 他人會跑欸 他人呢 上面 雷拳他有雷拳 哇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哇哇哇哇哇 我死了 我還損失了6000賞金 哎唷一開始給他偷襲到了 欸欸他還想跑他還想跑他還想跑 他還想跑他還想跑他 我去追她我去追他我去追她我去追她我去追她 我去追她我去追她 追她 抓 你不要跑你不要跑 差一點差一點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喔喔喔喔OKOK我打贏了打贏了 然後我現在是得分2比3啊 2分3分2啦 然後他人咧 他如果再來的話我就要再打他 我要獵賞的 我還在這邊還在這邊還在這邊 不要跑不要跑 打贏啦 這樣子三分之三的話應該是得不到賞金的吧 我也有殺人的一天 終於1725了 可以接新的任務了 這隻怪確實有比較好打 但是我還是死了幾次 新的人物是這個海軍上將 我們可以打到上將去的 所以我要找他人在哪裡 可能是在上面 我過去看一下 上面這裡是 就一個樹洞 然後裡面好像沒有東西 我找到了就是這些東西 是不是就在樹後面的這個大平台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要的上將 然後他好像沒有武裝設 他沒有武裝設的話如果我用那個自然系果實 我好像就可以免疫 他也是會旋轉的 他們會飛上來轉 他們會飛上來一直沒轉一直轉我 很痛耶 這個其實轉一下 這個轉一下他的傷害其實很痛 你看轉一下2000滴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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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飛上來追我 他會飛上來追我 你給我回去一下 哇這個這個開始有難打啊 這個第二個怪有難打 這裡居然居然又重生了一個武裝設商人 我要把F全部用在這個地方吧 買最後一次啊 這是什麼顏色 Absolute Zero OK 絕對零度 絕對零度什麼顏色 絕對零度的話就是超級深藍 不好看 不好看 我現在剩下6815耶 我之後還要再自己去刷一下 然後我現在又回來打這些 這些小怪的喔 因為那個確實有點難打 所以我又回來在這邊刷了 啊1751級了 我現在其實在用這雙倍經驗 這個是我去跟那個派對商人買的 你走開 等一下等一下你走開 你走開 我要領新任務 新的應該就是可以打BOSS了 基洛將軍 你不要打我 我要先去找一下 欸這個BOSS會在哪裡 欸他原來是重生在這個大樹的樹洞裡面耶 我就奇怪為什麼 我上一個伺服器我找不到喔 這個是我換了伺服器之後咧 才看到的啊 我們來看一下哈 這個 基洛將軍 他應該是那個什麼公斤果實的啦 我們 我先來變身 OK那現在就可以開打了 欸開打 看一下這個 他的果實能力啊 欸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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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技能衣 感覺他不會到很難打耶 你看我這樣子隨便耗一下 他的血量已經扣了四分之一了 然後我的血量 也剩不多啦 我小心跟他保持距離 他只有這一招罷了 看起來 欸有有有有有有有 他也有其他招 嘿呀 OK打贏了 這次還蠻容易打的講真的 還真的蠻容易打 好啊 繼續刷機應該是到1775 又可以去新的島嶼 哇賽 終於啊 1775機 好像可以離開這座島了 哇 我們現在要去的是 正對面的那座島喔 OK我要先去買船 然後那時候在二海打贏的民歌啊 其實他有給我一艘天鵝船 在這邊 我試試看哈 我還是第一次自己買自己做這個 走 這個是駕駛座嗎 欸不對不對 上面 上面這裡才是走 就是前面這座島 這座島好像就是傳說中的烏龜島 對嗎 我看一下你的名稱 漂浮的烏龜 YES就是你 然後好像就在這邊可以獲得雷拳了 喔 雷爪雷爪雷爪 我先上去 OK我來了 先看一下旁邊這些怪物 1775 OK就是這些 我要打的就是這些怪物 但是先給我接任務 然後不要打我哈 漁夫入侵者 打敗八字 OK沒有問題 過來 他們全身都超綠的 我現在拿著一個 那個叫什麼 那種 殺死這樣的武器 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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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是會這樣子的 斬擊技能的哈 但是這個應該 應該也不會很難 登登登登 我動不了我動不了 哎呦呦呦呦 哎呦呦呦 我的怪耶 可是我又打不夠這個大佛玩家 我只能給他槍走我的怪 好啦那距離這個1800也很近的哈 然後我的這個精通度 382了 不遠了不遠了 yes 終於1800機了 然後我的這個龍圈精通度 也來到了400也就是說 我完成了今天的全部目標 下一集 應該沒有問題的話 我就可以去拿雷爪的 然後之後也可以拿一下這個 劍文社V2 然後今天我們也玩完了這個 這個叫我們啊 橡膠果師齁 然後也開啟了這個二檔 然後超醜的下我要先變回來 OK這樣正常多了 然後也感謝這位觀眾今天一直在幫我說啊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看一下下一集 我們可以玩什麼果師齁 那我相信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了 大家掰掰